连关将近 今天底头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在我们家乡逢年过节 毕上做的一道菜 香芋扣肉 我们首先把一大块五花肉给清洗一下 用来做扣肉的五花肉 首先就是前甲肉走过一点的这块五花肉 有三层它比较厚 做起来比较好看 把肉洗净后分成三大块 炸制的时候比较方便 冷水下锅把五花肉煮至熟透 水开大约煮二十分钟左右 加一点葱姜料酒进去 给它去腥 加香口味 在我们这做香芋扣肉 喜欢加上准备香菇 用清水给它泡上 这边水已经烧开 先把表面的浮沫给打掉 打掉浮沫后 把骨盖盖上 这样熟得比较快 好 肉煮了有二十多分钟了 现在用筷子来试一下 可以轻松穿透猪皮就可以了 关火把它捞出来 原汤汁不要倒掉 放一点备用 接着来给猪皮炸管 弄一小节胡萝卜 炸上了点牙签 就这样炸 想要炸出来的扣肉 几皱漂亮 扎孔是关键 一定要把它扎透 炸得差不多了 用干净的布 把表面的油脂和水分给抹掉 全部炸好 放到碟中 在猪皮上抹上一层盐 涂抹均匀 把盐抹均匀后 放一边静置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香芋 先把它的皮给削掉 去好皮后把它清洗一下 去皮洗净后 先把香芋对半切开 去皮后把两盘给修一下 接着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香芋片切好 放一边备用 五花又静置了有半个小时了 现在淋上米醋 给它表面的盐分给冲干净 洗干净后 再用干净的毛巾 给它水分吸干 水分擦干后 我们往猪皮这一面 擦上竹签 防止炸的时候不锅 锅中多倒点油 把油烧热 油温可以不用太高 先放入肉块 油温过高 它很容易崩啊 摆好后 先用大火把油温升高 升至五六成六时 把盖子盖上 调中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 炸肉的时候锅盖 记得一定要盖上 防止受伤 油温上来后 它很容易崩油啊 然后呢肉炸了有二十分钟了 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表面一定很漂亮了 反过面呢 给它继续炸一下 反过这一面 继续炸多十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炸的太久 炸的太久 那个瘦肉就变柴了 时间差不多了 已经炸至两面金黄了 可以把它捞出来 把上面的竹签给拔掉 看到这样都想吃了 非常的酥脆 接着把肉放到肉汤中 给它浸泡两三个小时 让它起皱 接着来炸香芋 把香芋炸至微黄 香芋下完 先用筷子给它推动一下 防止粘体 炸至表面有点微微发焦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让它控油备用 泡发洗净的香菇 对半切开备用 一块姜四半蒜剁碎 剁好放入大碗中 再往里面调一块懒乳 一块腐乳 一小勺的醋后酱 来一丢丢老抽调色 生抽两勺 盐少许不用太多 五香粉一小勺 用条羹把它打散打碎 我这里是蒸一碗扣肉的料 充分搅拌均匀后 放一边备用 扣肉已经泡好了 腐皮起得非常漂亮 大家看一下 哇 这么的厚 然后现在拿出来切呢 炸好的扣肉 想吃多少切多少 切出来的厚度跟香芋差不多就可以了 切好放到酱碗中把它拌均匀 麻好胃后 我们一片香芋一块肉 再一片香芋这样子把它夹起来 排好后把它码入碗中 两边也码一点肉上去 碗中剩余的酱汁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不要浪费了 把它一起加进去 最后把我们准备好的香芋铺在上面 锅中烧开水 放入我们的香芋扣肉 盖上盖子 给它蒸上两个钟就可以了 好了 蒸制时间已到 关火把它端出来 哇实在是太香了 端出来后 先把里面的汁水给倒出来 接着起一个盘子把它倒扣过来 看到这样的扣肉 肚子都饿了三分了 提前烫一点青菜 在边边上给摆上 青菜摆好 再淋上倒出来的汁水 一碗特加风味的香芋扣肉都做好了 圆弱的五花肉与香芋结合 咬上一口满嘴流香 逢年过节必上做的一道菜 喜欢的朋友动起手来吧 一点都不油腻哦 一点都不油腻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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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